一對對銀髮家偶步入貴場 這是屏東縣政府辦理的重陽敬老 鎮實婚表揚大會畫面 邀請34對結婚超過一甲子的家偶到場 每對夫婦即使因年老行動不變 不過仍相互扶持著走紅毯 現場幸福感四義 屏東縣長潘孟安在會場迎接銀髮家偶 他表示一甲子的婚姻很難得 從年輕走到老一直相伴令人敬佩 尤其很多阿公阿嬤早年結婚 可能沒有穿白紗 理車 也沒有經過愛情長跑 卻能相守一輩子開創家庭歷史 縣府特別派出攝影師和化妝師道府 幫阿公阿嬤拍攝婚紗照 留下永恆的記憶 在這個疫情當中 我們可以見證所有的這個已經結婚 鑽石婚六十年的各位長輩 坦白講六十年這個六十年的一甲子 這個很困難 而且六十年來的這種歲月 從年輕到老可以一輩子相伴 而且可以親手典足的大家一起開創家庭歷史 實在是這個令人敬佩 相伴超過一甲子很不容易 表揚大會中特別邀請一對婚禮 滿七十年的妮卜相家 由拍孟安地趁趕給阿公 協助幫阿嬤挑個頭 寓意婚姻生活趁心如意 重婚大婚之日的喜悅 阿公說這是一生的幸福 很幸福啊 醫生就有一次而已啊 我現在九十三歲了 難得有怎樣的機會給我 所以很高興就是啊 高齡已經九十幾了 生活的治理 自己生活 然後還能夠照顧著我們媽媽兩夫妻一路走來 非常辛苦 結婚七十多年的紀念日呢 非常高興 縣政府來表揚接受表揚 屏東鑽石婚表揚大會 家屬們同場見證 氣氛溫馨 希望透過活動